被老婆依依嚴格控管體重的Stanley 將以偷吃宵夜的名義 來開啟依依的二期模式 究竟她的反應會是 你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你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沒有 你在吃什麼 你是吃宵夜才胖的啊 你沒有資格吃耶 我跟妳比起來 你的體重是我的兩三倍耶 所以你該減肥啊 怎麼會是我在撿 我跟妳說我真的是嫁錯人了耶 我跟妳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真的當初我真的要好好考慮 是不是要嫁給你耶 你現在是在講什麼啊 我跟妳說你講話不要這麼大聲 小朋友在現場 不要你兒子學起來 兒子都會把你的表情全部學起來耶 不要講那麼多話啊 那你講話的時候要笑笑的啊 你不要這麼兇狠好不好 小朋友在看 你現在不要笑一下 你現在笑一下 不要亂打 Stanley 哦 對 對 要對依依說的 是 我每天都活在妳碎唸的陰影下 妳看 陰影了吧 妳真的是老師 最好是 雖然妳罵人不帶髒字 但是每次都狠狠地重傷我的心 這種罪狠 一吵架就說自己當初 還說 人家很多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那人真啊 你在這不可理喻 脾氣再不改的話 總有一天 小餅乾就會變成 單親家庭 好嚴重耶 所以妳把小孩威脅 妳啊 親親親親 最美雙胞 最美雙胞胎 依依與老公 史丹麗結婚十年 與有三個孩子 常在節目中分享家庭生活 起料依依十九日正式離婚 並透露 互送禮物道謝在離婚 想做離婚父母的良好示範 而如今 史丹麗也被挖出 依依2016年層上 綜藝大熱門 被掀出常在家中的罵人 史丹麗先控訴每天都活在 她碎碎念的陰影中 罵人不帶髒字卻足以傷人心 且一吵架就說 自己當初嫁錯人 還會罵老公 是不是男人 讓史丹麗怒迴 妳再這樣不可理喻 脾氣再不改的話 總有一天就會變成單親家庭 對此 依依則在節目中解釋 自己都是好意 而且俗話說 妳是什麼樣的老公 就會成就什麼樣的老婆 我會變成凶巴巴的 老公自己一定也有問題 是一個長不大的男人 史丹麗來了 她有什麼話好講的 我平常人這麼好 史丹麗不是跟GG嗎 不不 我老公也叫史丹麗 史丹麗 對 要對依依說的 蛤 我每天都活在妳碎念的陰影下 妳看陰影了吧 真的是老實 最好是 雖然妳罵人不帶髒字 但是每次都狠狠地重傷我的心 這種最狠 一吵架就說自己當初嫁錯人 假的 假的 還說 人家很多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很嚴重 妳再這樣不可理喻 脾氣再不改的話 總有一天小餅乾就會變成 單親家庭 好嚴重 對 小孩威脅你啊 輕輕成熟 斑斑血淚 男孩血淑 妳好好講 憲哥 我跟妳說 我有時候只是不小心 迷你邁忘的轉小聲 講話比較大聲一點而已 沒有 他講得那麼誇張啦 他剛剛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這是小話 這個名義嗎 對 誰聲都可以 我們還在理解當中 音量不小心沒有小小聲 妳的意思說是大聲就對了 對 然後我都是好意 而且你知道 網路上有一段話是寫說 你是什麼樣的老公 就會成就什麼樣的老婆 你看 我會變成他眼中這麼兇巴巴的 是不是代表 他本身有問題 對 本身可能有問題 他本身有問題 長不大的男人 一個女人說他老公不是男人 那絕對是切身之痛 我們不能懷疑的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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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五 你是一千十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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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跟你講 你這樣講 你這樣講真的重傷了他的心 但是我跟你講 你們想都沒想到 我們竟然有VCR 對 厲害了吧 最正確了吧 什麼VCR VCR 無所謹慶 因為我跟你講 依依 你老公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什麼 他偷拍你了 一起來看 他偷拍 VCR 被老婆依依嚴格控管體重的Stanley 將以偷吃宵夜的名義 來開啟依依的二期模式 究竟她的反應會是 你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你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上面 你在吃什麼 你是吃宵夜才胖的 你沒有資格吃 我跟妳比起來 你的體重是我的兩三倍 所以你該減肥 怎麼會是我在減 我跟妳說 結婚前結婚後 你根本就完全不一樣人 我就是遇到詐騙集團 最好是 本來就是 結婚前幾公斤你自己講 忘記了 什麼忘記了 重要事就忘記 你自己說要減肥 又不吃東西 我跟妳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真的 當初我真的要好好考慮 是不是要嫁給你 你現在是在講什麼 我跟你說 你講話不要這麼大聲 小朋友在現場 不要你兒子學起來 兒子都會把你的表情 全部學起來 那你不要講那麼多話 那你講話的時候要笑笑的 你不要這麼兇狠好不好 小朋友在看 你現在不要笑一下 你現在笑一下 沒有辦法 你為了兒子都不要 吃泡麵也不行 你會讓你剪 你講話不要這麼大聲 你可以笑笑的講嗎 可以啊 小餅乾在看呢 我是說你 你可以笑一下嗎 小餅乾 小餅乾 好 沒事 沒事齁 沒事 喔 我發現了 小餅乾你手上拿什麼 劍麻糬看一下 我看到了三個字 離婚證書 上面寫寫真集 來 給我看一下 這什麼 謝姐沒說好朋友耶 然後咧 欸 好 老公看好朋友的寫真集 這種事有多少 配泡麵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聽 都配別的 一二三錯路 二七八九十 一二三錯路 我不要聽 我嫁錯人了 我覺得你真的太誇張了 對 太誇張了 不可理喻 亂拍故事 好 隨便你 我自己去找其他東西是 露宿 露宿 閃眼 這根本 這個根本就會證明 我在家是過了什麼樣的 而且你老公偷拍女人 看到這一篇 土琳老師 你一定有感覺 一個女人這樣跟你講話 你可能不能接受了 絕對不能接受啊 這在古代就是七出之罪啊 馬上修掉 這麼嚴肅喔 大男人啊 這樣就要修 你管一個男的體重幹什麼 他跟你在一起 又沒有什麼好快樂的 就吃點東西 開心一下 你也要天平一下 你可以把它弄瘦嘛 對啊 就一碗泡麵 你們可以搞成這樣 就在吵架 搞到說嫁錯人這樣 就是一個老公 你看連吃的東西好吃的 都不願意分給老婆 這個很可怕喔 你也沒跟他分啊 對 你就很虛偽啊 你就為了你好啊 減肥啊 我覺得立刻應該要換位置了 喔 你應該直接坐到婉娘那邊去 哇 這麼嚴格 婉娘很嚴峻耶 我受到很大的衝擊 真的 對 那個感覺好像 好像Stanley是他生的 他剛剛有一個動作作 我認為老婆最討人厭的 什麼動作 第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七 第二三六七 我不想看他狡辯 我最討厭聽他狡辯了 這個我覺得最可怕 因為我沒辦法溝通